乔告讯12月13日早上,苹果公司宣布将在西雅图开设新的工厂,预计会给西雅图带来1000个新增职位。 据主流媒体KOMO报道,今年年初时,苹果就表示在未来5年内,美国的资本支出将超过300亿美元,现有园区以及新园区将为美国创造两岸的新工作岗位。 苹果公司在美国境内扩大规模,预示着川普的右美国火,请美国人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。 苹果公司近日趁将在全美国扩展企业规模,苹果公司资料图片除了在西雅图,还将会在德州奥斯汀,加州的圣地亚哥和卡尔福城开设新工厂。 未来三年内会在匹兹堡,纽约,科罗拉多州布尔德,布士顿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等地扩大企业务,多数城市都渴望能够引进更多的高新科技公司。 新园区的落成会为当地人提供职业机会。根据苹果公司向市里提交的一份报告,加州户比地诺园区的职工平均年薪,约为12万5千美元。 西雅图作为无免的美国第二硅谷,未来的苹果公司西雅图园区职工平均年薪,达六位数,应该是不能实现的。 虽然西雅图工厂的选址尚未最终巧定,数以千计的高新职位的注入,可以促使整个城市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。 已是不争的事实,饮食行业,房地产,娱乐,财政收入方面都能够为当地政府和企业带来好处。 许多华人是苹果的忠实粉丝,用自己的双手制造自己喜欢的产品,还能获得高新,无疑是再好不过了。西雅图资料图片。